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多少年轻人努力的方向 也是多少人想去的地方 林向远作为农村出来的山娃 她从小的梦想就是自己能够成为城里人 至少也是要能够大家认可的人 让父母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不负众望 她大学毕业之后 成功地进入了蒋总的新省公司 也是上海市唯一能够和雨天公司相抗衡的公司 不 应该说是两家公司的合并 才是实现公司双赢的人 林向远在扳倒雷宇峥之后 成功地成为了雨天公司的总裁 这对于她来说简直就是人生的巅峰 对于这样的林向远 相信呢 也是很多年轻人所向往的 毕竟呢 通过自己的努力 爱情和事业双丰收 更重要的是 她得到自己想要的女生 蒋凡律作为白富美 也是林向远所喜欢和追求的女子 并且自己也是公司的CEO 这样的成功呢 相信每一位想要成功的男人都是期待的 二 邹思琪的梦想 你认同吗 和杜小苏一样 邹思琪也是一个海漂 但是她的人生梦想就是找一位爱自己的男人 并且有车 有房 有存款 从一开始呢 何群飞就是邹思琪的恋爱对象 但是何群飞并不是完全满足邹思琪的条件 她只有很爱她 而在物质条件上 何群飞没有车 没有房子 也没有票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 邹思琪认识了上官 一个上海本地的高富帅 相信在爱情的选择中 物质条件上 上官伯扬和何群飞 大多数的女孩子会选择上官 毕竟呢 她一出手就是大手笔 不是送孩子包 就是送衣服 送首饰 甚至呢 直接送票子 不过呢 她是一个花心大萝卜 就像是跟邹思琪谈恋爱的时候 竟然不知道她就什么名字 送给谁的礼物她都分不清楚 不得不说邹思琪同何群飞分手 而是选择上官的时候 很多的观众都骂她物质 败金 邹思琪难道真的有错吗 她的价值观你能认同吗 三 林向远 邹思琪洗白 如果是你 你接受吗 不得不说呢 林向远还是一个聪明人 在于天公司差点被收购的紧要关头 林向远能够知错就改 也是值得观众称赞的 本文由头条号清出记忆 在本平台原创首发 毕竟她还是能分得清大使大飞的 要不然雷玉珍本可以直接向她送进去 但是她还是愿意给她一个熟醉的机会 最终她成功地将雨天交给到雷玉珍的手中 自己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并且蒋帆绿也原谅了她 两个人结婚并且再次怀孕 而对于周思琪来说呢 两都知道上官对她的感情不是真的 她也及时回头 再次找到何群飞 两个人重归于好 不过呢 也有观众觉得 周思琪配不上何群飞了 毕竟哪一个男人愿意吃回头草呢 不过为了结局的圆满 导演呢 还是让何群飞原谅了周思琪 并且两个人也是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而对于雷玉珍和杜小苏来说 作为海上繁花的男女主 却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两个人在海边的拥吻 只能说明彼此接受了对方 但是杜小苏是去巴黎还是留了下来 成为了一个谜 当然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剧中的三对CP 都找到了自己的所爱 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圆满呢 接下来内容更精彩 李沁《海上繁花》刚播完 又有一部新剧将播 男主演技不俗 近日由李沁主演的都市爱情剧 《海上繁花》可谓是火爆异常 该剧呢不仅收拾高 而且在口碑上也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 其中李沁饰演的女主角杜小苏 也是凭借着超高的颜值和出色的演技 群粉无处 然而《海上繁花》这部剧呢还在热播 李沁又有一部新剧将播 那就是《亲爱的你》 《亲爱的你》呢 这部剧是由小说改编而来 徐斌编剧兼导演 李沁和张一山等明星 领先主演的都市爱情剧 该剧主要讲述的是 芭蕾舞演员石点点 和杭州青年徐欣之间的爱情故事 据了解该剧目前已经杀青 亦记在2021年下半年播出 让人无比的期待 该剧的女主角石点点由李沁饰演 她在剧中是个漂亮的舞蹈演员 对于演员李沁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 李沁在娱乐圈中可以说是一位既有颜值 又有演技的90后人气小花了 说到多年的她 演过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比如守望的天空中的 女一号葡萄 楚桥传中 悲情公主袁淳 以及庆余年里清纯可爱的林婉儿等等 李沁以时凭借着自身清新脱俗的颜值和出色的演技 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 这次在《亲爱的你》中担任女主角 饰演漂亮舞蹈演员石点点一角 无论是颜值还是气质 可以说李沁都是相当符合这样的人设的 非常期待她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而该剧的男主角徐仙由张一珊饰演 对于演员张一珊 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了 张一珊在娱乐圈中 可以说是一位演技相当不错的90后人气小山了 童馨出道的她演过不少的影视剧 在《鱼醉》《春风时里不如你》 《七个我》等这剧中 都有着相当优秀的表现 张一珊也是凭借着自身独特的气质和精湛的演技 获得观众的一致肯定 这次在《亲爱的你》中担任男一号 饰演徐仙玉角 相信这样的角色对于张一珊来说 也是毫无压力的 加上这次合作的女主是颜值实力不俗的李沁 而且两人在剧中有不少的感情戏 非常期待她们在剧中的甜蜜互动 《亲爱的你》这部剧的剧情 涉及了亲情 爱情 友情 事业等诸多元素 可以说是一部内容相当丰富的都市爱情剧了 而从主演阵容来看 该剧的男女主张一珊和李沁 又都是当下娱乐圈中 人气和实力都相当不错的年轻演员 这也让该剧更加的有看点 一部好看的爱情剧除了幕后制作团队要改善之外 剧情也要精彩 以及主演们的颜值与演技也要在线 相信这部由李沁和张一珊主演的《亲爱的你》 播出时一定会获 你是否期待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